我發現藍尾炎是止痛藥止不住的 完全不歸止痛藥管 我第四天已經發現 我有點幻聽跟幻覺 我看到一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就是這邊會蒙個筋 然後手上有那個圖騰 她就這樣跟我講說 你看 漂亮嗎 這樣 因為我很嚴重 我已經出現腹膜炎 差一點就會敗血症 那個醫生很兇的跟我講說 你撐不久了 很想演壞人 這次也滿足為她的小小的想法 因為這次之前有看到妳說 妳在埃及用那個急性藍尾炎 對 妳跟我們還原一下當時的狀況嗎 當時因為我去埃及玩14天 然後第七天開始我就覺得肚子不舒服 所以我忍了大概四天才發燒 然後中間都是吃止痛藥 然後就去玩這樣子 但是我發現藍尾炎是止痛藥止不住的 完全不歸止痛藥管 而且我第四天已經發現 就是我有點幻聽跟幻覺 就是有看到一些不該看的 但我不知道 我以為我在做夢 然後我還有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 很多人要跟我講話 可是我不知道是說什麼 所以我一直問旁邊說 妳剛剛說什麼 她就說我沒有講話 後來進去醫院的時候發現 我血壓很低 因為國外的醫療很貴 她當時開給我們大概30歐元 大概是台幣40萬 只有手術 其他都沒有 然後後來因為我很嚴重 我已經出現腹膜炎 就是差一點就會敗血症這樣子 然後那個醫生人很好 她就跟醫院講說 讓我們一千美元全包 然後她還很兇地跟我講說 妳撐不久了 如果妳這樣離開的話 妳就會over這樣 我剛剛問一下妳 妳看到的幻影是看到埃及燕後 對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看到一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然後是那種蒙面 然後就是這邊會蒙個筋 然後手上有那個圖騰 她就這樣跟我講說 妳看漂亮嗎 然後我就說 哇好漂亮喔 然後我想要去摸她 然後就突然間一個影像回來 然後就看到我眼前的我朋友 然後她就說 什麼東西 我說妳剛剛不是跟我說 這很漂亮嗎 那要怎麼除掉 然後我朋友就說 蛤 什麼 我沒有講話啊 妳在跟誰說話 躺在那邊的時候 我還沒Google 我Google一下 欸 她說 藍尾炎只好發在年輕人的身上 因為妳髒東西掉進去之後 年輕人是掉不出來的喔 可是如果老年人 髒東西掉進去藍尾裡面 有可能你動一動 它就會掉出來了 然後我還很開心 說欸 我是年輕人的耶 我朋友兩個都傻眼 想說欸 妳現在這麼嚴重 妳還有心情開這個玩笑 其實妳旅遊還是有玩笑嗎 有有有吧 還是把假期 就是走完 然後才回來 因為我還有兩個旅伴 所以我不能讓他們掃興 他們已經花了兩天陪我了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 對 不能掃興 我會玩一下 和我一樣 我會玩一下 這個玩笑 我會玩一下 啥 我會玩一下 我會玩一下 我在這次 發展 過 你 月